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重要讲话,强调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网织的奋斗目标。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之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强调,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星则文明星,生态衰则文明衰,杀鸡取卵,劫子而鱼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驻生态文明之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无需开发,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 第二,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三,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第四,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神,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固,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 第五,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龙俱龙,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实践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全球生态文明之路新闻致远。 习近平强调,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幕。 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宣布,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开幕式上,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国际园艺盛兰治协会主席奥斯特罗姆分别致词。 他们盛赞中国是绿色发展的典范,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他们感谢中国政府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誓言会,表示相信北京誓言会将极大的弘扬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绿色遗产。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嘉宾共同观看了以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蔡奇、王毅、赵科志等出席上述活动。 胡春华主持开幕式。